大家来看看本周光电周的LED照明展 用手指在平板电脑上滑出一个半圆形 就可以调整墙上LED灯的亮度和色温 除了远端操控之外 7寸的平板灯不论是单独使用 并排在一起变成造型灯 或是配合各种设计变化都没问题 各式各样的照明设备 在今年台北国际光电周的LED照明展全都看得到 把白光加入红LED 不但让光线变成了舒服不刺眼的暖白光 更维持高亮度和效率 今年的LED照明展更主打绿色生活 各家厂商纷纷推出专为植物打造的照明专区 还有客制化的照明晶片也是展场的亮点 照明的晶片组 还有植物照明的晶片组 提供客户一个完整的配套措施 它会根据客户的应用需求 来去兜成各种不同的 可能是灯泡 灯管 从上游晶片到下游的应用厂商 总共1500多个摊位 除了展现完整的产业供应链 太阳光电城市论坛 更邀请能源局和环保署等单位 发表台湾的太阳光电政策和成果 台北国际光电州与平面显示器展联合展开 预计将吸引超过4万人次进场参观 接着黄伟东 张明华 台北报导 接着请开热门工作计划